词曲 李宗盛 词 毛聚餐 第二词 起席 主人训言慢代 课称谢 用完餐一起席的功夫 主人训言慢代 主人先说对不起 也不只是说慢代了 这里信言慢代的意思 是哪里也招待不好 这是说客气话 洋人正好相反 对客人说你看吧 今天我这个菜最好 这跟中国相反 送礼给人 中国人说这个东西是薄礼 洋人说我这把扇子是从非洲来的 好贵哦 我今天招待的菜是天下没有的 这是洋派的 一切都与中国反着 都跟中国相反 写如老人 下面再引用中国跟西洋 不同文化的地方 你再看看昨天中央日报副刊上 谈到西洋文化 就以阿根廷与英国这个事情来说 阿根廷占领了福克兰岛 英国人 人少就投了降 后来英国本国发了兵 阿根廷就投降 这两面都投了降 但是中国可不是这个风气 就以张衰洋为例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 外头几十万兵 自己败得剩十几个人 就是不投降 贼兵破城 割他的舌头 杀他的头 也是不投降 这是中国的文化 跟他们的文化怎么样呢 你看历史 他们不够人格 我们还要前盘西化吗 中国再不行 在地球上也已五千年了 虽然亡国 但没有亡族 如今却必得要把民族灭亡了 这也难怪 国家算什么 连父母都不要了 还有什么国家呢 谈不上尽忠报国了 你看中国的张荀 岳武木等等 洋人看他们都是傻小子 跟他们不一样 就是要我们听他们的话 前盘西化 这就行了 那么谁有力量 就投降水 邪说横行 现在就闹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写如老人讲的这一条 那么就附带引用出这个中西方的文化 它的不同点 实在讲 这个西方这个文化 不如中国这些传统的优良文化 那还要前盘西化 那实在是颠倒了 书归正传 书归正传 许如老人讲 就是上面讲的 那是 附带讲的 那回到我们 这一条来 书归正传 起习的功夫 主人先说慢待 客人也得说谢谢 双方礼尚往来 人家恭敬我 我恭敬人家 好 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胡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